好了,港股終於做回連續兩天的反彈 都可喜可賀,昨天升了五百多點 都有點起出網外 但落略嫌的成交都是小的 升了五百多點,但只有17億成交 動力都不是太夠了 最主要都是新經濟股升 因為昨天見到阿里巴巴、騰訊、美團 甚至出了一個叫做麻麻地業績的京東 都爆得這麼厲害 我覺得不是市場覺得一天都乾了 只是跌了很多,借勢就做回反彈 所以對我來說,危機未解除 一些市監局或者監管各樣東西 都陸陸續續都會繼續困擾著市場 除非你說成交很大,可以谷到上兩萬六樓上 兼站得穩 如果不是的話,我覺得都要謹慎一點 可以留意一些將近會出業職那些 例如小米、安踏這些 起碼不是平台經濟 又有業績打底的 我想這些反彈的信心就會大一點 以及安全一點 那些新經濟股,我暫時都不太建議去碰 因為這些股大家都知道 升得快的時候,跌得不一樣是這麼快 對不對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